謝謝議長叔叔 祝大家兒童節快樂 能夠收到議長通知為叔叔送的兒童節禮物 每人一盒彩色蠟筆 小朋友們都超開心 由於兒童節快到了 基隆市議會議長通知為 特地到設在南農國中的 南農非營利幼兒園 關心小朋友受教育 以及原方整體營運狀況 因為辦學辦得非常成功 南農非營利幼兒園 目前是滿班的情況 總共有4班94位小朋友就讀 讓從開班營運前一直以來 就非常關心辦學情況的議長同知為 也非常肯定 那我們一年一度的兒童節 我們再次來到南農非營利幼兒園 南農非營利幼兒園在伊甸基金會 我們各位園長老師 非常有理念的經營環境 讓我們每一個小朋友 都有建構式的思考跟成長 我每一次來都不同的感動 跟不同的開心 我們小朋友跟我也有非常好的互動 跟大概已經有感情了 所以我今天也特別 一定要來到這邊發個蠟筆給大家 希望大家在成長的環境 可以更快樂更開心 讓我們有這個責任 來照顧我們基隆長大的小朋友 讓我們在基隆長大 可以跟雙北一樣有競爭力 然後同時也帶著快樂的童年 一路成長 希望他們在我們可以提供的 教育環境裡面 可以快樂平安健康的長大 南農非營利幼兒園 由南農國中提供場地 由基隆市政府委託伊甸基金會 基隆區承辦 園長也代表校方和學生 有種感謝議長同志位 對於教育的關心和用心 非常感謝議長可以常常都 關心我們南農非營利幼兒園 然後在議長的照顧還有幫忙之下 我們幼兒園的整個招生啊 還有活動還有我們的一些 創辦的理念都能夠從議長 到處會幫我們做宣傳 真的是非常感謝 那也非常的謝謝議長 願意來到南農非營利幼兒園 然後送孩子在這麼重要的日子裡面 送孩子很實用的一個禮物 非常感謝他 謝謝 在園長和老師陪同下 小朋友也帶著議長同志位 參觀他們在戶外教學後 回到園內用積木拼湊起來的基隆塔 竹埔潭以及停靠在基隆港的郵輪 全部都是代表基隆市港的 具體住民建築和意象 讓議長稱讚園方在地化教學的用心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居住在地化工程中